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 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从一味抗日到八年抗战 是一夜铁中华民族反侵略反殖民的写的历史 欢迎收听 抗战胜利即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系列报导 各位听众您好 欢迎您收听由中央广播电台为您直播的 抗日胜利即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系列报导 而今天我们为您锁定的是 已未战争一百二十年的这个系列里头 特别是有关于流行歌曲或台湾民谣的部分 对于这当中的反殖民运动的一些意涵 我们特别要跟您介绍 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有一位在 志平在这个搜寻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位专家 那么我特别要跟您介绍 他是台湾文学博士文化年代公司总经理 黄姓章黄总经理之前呢 他写过了很多很多一系列有关于这一部分的论文也好 或是介绍也好 他的书籍相当的多 待会我们跟您一一介绍 我们首先要欢迎黄总经理接受我们的访问 总经理您好 您好大家好 是的 总经理我想先来请教您 过去我们这一个系列的报道里面 这样来看对于一味战争 这所谓的抗日或反殖民的这个运动 其实有一系列的探讨了 而我们今天把它锁定在 所谓的流行歌曲或台湾民谣的部分 延续于1895年以来的 就是抗日的运动 首先当然先前我们介绍的是有武装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到后来 却会转变成为文学的抗日 而近来又有所谓的文化抗日 这样一个不同的面向 我要请您来告诉我们的听众 关于这个抗日的过程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反殖民这个名称 因为如果说抗日这两个字 事实上你在你讲给1920年代的人听 他是听不懂的 他不晓得什么叫抗日 因为抗日是在这个抗日战争出现以后 他相对于日本跟中国的一个概念 那对台湾人来讲 他当时已经被教育成是一个日本人 所以他们其实说不出抗日这样的字眼 而你如果跟当时的蒋卫水 跟蔡卑火跟林宪堂说 抗日他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就他的所有作为来看 我们会认为反殖民是一个比较恰当的 而且当你使用反殖民这个字眼的时候 你会发现台湾已经进入到整个世界 这个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脉络里面 所以说我通常用反殖民来看到 我们就可以从文化的这个领域里面回来看 当时台湾对于对抗日本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譬如说如果刚刚提到这个文化抗日 有人说这是非武装抗日 那我们就说一个文化性的反殖民运动 这样就比较恰当 那我们如果说从1920年代来看 我们知道在20年代以前 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反对 常常是在武力上面 特别是1915年有一个这个于清芳事件 那一次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受到的逮捕 跟后来审判 光是当时判的死刑都判了800多个人 然后当然受了真的 日本受了国际的谴责说 民主国家怎么可以判这么多死刑 后来才判成200多240几个人做这个执行 那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以后 台湾人已经知道跟日本人来武力 是没有办法的了 所以也刚好台湾人被日本人教育 这个统治了25年以后 从1920年代开始 他有一笔我们所谓的二世文人 二世文人就是说他出生 可能是在这个以位战争的前后 那他出生以后 他开始受的就是日本人的教育 从小学我们当所谓的公学校 就是现在的小学开始 那公学校开始他受了日本人的教育 他开始得到了一个新的领域的知识 他跟过去的汉学不一样 跟当时的这个这个私塾教育不同 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近代的知识 他开始用近代的手段 来跟日本人做文化上面的抵抗 于是我们有所谓文化反殖民的发生 文化反殖民是这样子来的 当然进入到如果是用这个 所谓的歌曲的形式来把这个反殖民的这样的精神来流露出来 或者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发泄这样的情绪的话 我想请您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歌曲其实从哪一个年代开始 好我觉得这个知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去注意到了这么样的一个文化现象 事实上在1920年代以后 台湾人或者说都在台湾的住民 也不是不用武力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后来还有像物色事件 它就是武力的状态 那台湾人当时也有很多人 就后来到30年代就跑到中国去 然后跟着中国人一起做抗日战争 所以还是有的 但是在整个台湾本土的这个反殖民的脉络上来讲 还是以文化为优先 而且你们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说是从这个歌曲 从文学方面来做一个抵抗 其实在艺术上面也是有 我们通称为这样的一个活动 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 那这新文化运动 它其实就很多内涵 我们日后再谈 那今天我们如果说把它聚焦在于这个歌曲上面 我们可以发现 您知道吗很有趣 我们以前听过很多台语歌曲 有一些是民谣 就比如说大家听过思想起对不对 然后听过这个丢丢当对不对 这种歌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它没有作者 你根本不晓得它是谁做的 它就是我们真的所谓的没有作者的民谣 那台湾人的台语歌曲 第一首开始有作者的是谁 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人物 我们不晓得他做过这件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人叫做蒋渭水 他写了什么歌 蒋渭水 他在1920年代 因为他当时要创立台湾文化协会 那因为在日本人的活动里面 他们观察到一件事 我说过蒋渭水就是属于俄式文人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就是在一位战争之后第二代的 他们已经接受新的教育之后 已经展露头角了 他们当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 日本人你看 他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很喜欢唱歌 唱一些提振精神的歌唱完还会 满载满载 你记得吗 万岁万岁 当时台湾人也学了日本人这一套 可是在1920年的这个 10月份 开始发生一件事 就是当时被称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飞行家 这个谢文达从日本回来 他在日本得了很多奖 日本人飞飞机都飞出他 他回来台湾表演的时候 大家一样 整个台湾为之沸腾 我们可以说当时 谢文达就是台湾之光 那这样的台湾之光 大家在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唱什么歌 居然唱日本歌 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满在万岁万岁的汉 这个在新一代 就是说比较有本土意识的这些知识分子来看 他觉得不太舒服 蒋渭水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渭水 他虽然担任了这个谢文达的这个后援会的一个重要干部 而且还帮他募款买了台湾史上第一台飞机叫台北号 那做了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发现台湾人要有自己社会运动的歌曲 他认为在社会运动 在这些在社会里面的活动在进行的时候 必须要有歌来唱 于是他在1921年 他决定要办理台湾文化协会 这么一个台湾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组织的时候 他当时就要为台湾文化协会写一首歌 那过去我们从来不晓得有这首歌的存在 一直到大概在十年前 两千年左右 两千多零几年的时候 我们从一位林医师他的收藏里面 发现了当时蒋渭水写了一首一封信给林县堂 林县堂大家都知道 他跟林县堂说 要请林县堂邀请他来做这个文化协会的总理 里面他就告诉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包括我连文化协会的会歌都写好了 这首歌的歌词就写在里面 那后来那里面还写了一段话 我们看不到歌谱对不对 他就写了说 这个歌的歌谱以黄海海战 就是当时日本人跟中国人发生甲午战争 那个黄海海战 这又跟以卫战争扯在一起了 对不对 用黄海海战的那首歌来当他的曲 然后词就是现在我们后来所收录的这首 我们要看看这首词吗 好啊 请您告诉我们 他这首歌一开始是这样的 他说我用国语说 因为大家比较容易懂 是 他说我等都是雅系雅 黄色的人种 借在汉族一血脉 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 主展仅实行 就是赶快实行 发达文化 正道德 造就此才能 这第二段他就说 预谋东洋勇和平 终日要清善 我等须当坐连锁 和睦此弟兄 纠合东亚 诸民族 地结大同盟 启发文明 彼西洋 凉凉得并行 所以他最后一句 等到第三段的最后一句 最有名了 他说 但愿最后完使命 乐为世界人 世界人类万万岁 台湾名誉心 对不对 从这边你就看到说 那种台湾人 想要把自己提升成一种 世界公民的 这个企图 那这个企图 刚好可以借着 台湾曾经是 中国人的统治的 一个中华民族的身份 来跟日本人的 大和民族 来做抵抗 这里面 其实已经很明显 我们现在来看 从后来 蒋卫水的作为 你就看到 他其实已经把 台湾人的地位 试着把它提升 跟日本人 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世界的 反殖民文学里面 很典型的一个范例 就是说 要先提升自己的位置 提升到跟 殖民母国的人一样 那么大家才有信心 跟他做对抗 所以当时这首歌 也被大家所传唱了吗 另外还有 其实还有好几首歌 等一下我们可以谈 那这些歌曲 到后来到了1925年 他1921年写的 到了23年的时候 有一首歌叫做 台湾议会请愿歌 这是谢新柔写的 他就为了台湾议会 每年要去东京 请愿的时候 大家唱的歌 还有后来 还有这个蔡佩活写的 这个美台团歌 这些歌曲 都是他们每次 在办这个 这个演讲会的时候 全场都要唱的 你知道吗 根据官方统计 1925年跟1926年 光是一年里面 参加这个文化协会的 演讲的人 就高达十几万人 换句话说 这两年 每年都有十几万人 在唱这些歌曲 那是不是一件 非常非常盛大的 活动 对不对 那几乎这首歌 但是这些歌曲 是被非常多人 在传唱的 等于是现在的 你是我的花朵 对 如果说比较 社会运动 像什么 你是我的宝贝 对不对 然后之前还有什么 新手相连 像这样子 跟着社会的脉动 一体的歌曲 另外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 像台湾议会请愿歌 你看到他就一直 告诉我们说 台湾是天然的宝库 是神圣的故乡 所以说我们是文化人才的 这个根据地什么 都在讲这种提升自己文化的事情 那蔡佩霍的歌曲也是如此 他有另外一首歌叫 《展台湾》 这首歌是1929年写的 可是他真正被传唱 就是说被写成流行歌 然后做成那个曲盘 在由林士豪在唱 在灌录的时候 它是1934年的事 那首歌曲它说什么 他说美丽岛是宝库 金银大树满山湖 很多这样子 然后他还说 爱救国建帝都 这帝王的首都 对不对 开墾金银大计谋 然后上天特别相看顾 美丽岛是宝库 你看看 他还说 东阳瑞士稳当成 这里面如果被 这个有独立色彩的人来看 它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可是当时他就被这样子拿来 跟日本人的这个文化 来做对抗 而很多歌曲都会被禁 那这首歌是没有被禁唱的 那这样子的歌曲 刚刚听到总经理来念 给我们听这些歌词的内容 我可以想象 虽然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歌曲 这样的曲调应该是 比较雄壮的 对 是的 没错 如果所以说 如果节目里面适合的话 因为我们当时有做这些复刻 这些歌曲它已经被灌录的 譬如说展台湾这首歌 它就已经被复刻 我当时在台北市的时候 文化局有做了复刻 非常雄壮的歌曲 哇 听了就很舒服 那这些歌曲 其实现在都可以找得到了 你只能跟台北市政府买 因为它有被复刻 有被广泛的流传 不是 有被那个刻意的流传 但是没有到广泛的地步 是 所以也许到网路上 也许可以找到吧 为什么不把它po在YouTube上面 应该是 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也许我们在网路上 它的像以这首歌 这首被复刻的 譬如说展台湾这首歌 它就展就是那个 你跟我 展台湾 展台湾 如果你去 也许去Google的话 就可以找到这首歌的曲子 好 待会我们如果找到 我们就来播这首歌 我们是有都把它做起来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到 文化年代公司的总经理 黄信章 他也是台湾文学博士 之前黄总经理曾经写过一系列 很多很多的研究 或者是他编转过很多的书 像传唱台湾新生 像台湾新文化运动特辑 还有公运歌声反殖民 卢炳丁与林氏豪的年代 像这一类的这么多的歌曲 或者是文化方面的特辑 其实就是要探讨 今天我们所为您要介绍的这一段历史 刚刚总经理也在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了 其实所谓的文化反殖民运动里面 流行歌曲的部分 有这么丰富的内涵 这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潮流 我们把它看成如果是流行歌曲的话 也真的是被大家所传唱的 只不过很可惜 当然如今我们没有办法 让这些歌曲都伸直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 让大家朗朗上口 那么除了刚刚总经理您所提到的这些歌曲之外 我想再请教您 刚刚是1920年代 对不对 那进入到 如果进入到1930年代的话 有没有哪些歌是您觉得 也有这样的意涵 或者说已经味道就慢慢慢慢淡去了 哪些歌曲到反而变成一个台湾的 一个本土歌曲的创作的精髓了 对不对 好 到了30年代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真的是比较风衣足食的时候 但其实也有少数两三年的时间 是遇到那个美国这个经济大崩盘 日本台湾都受到影响 好 那个我们另外再谈 那可是整个30年代 台湾出现一种比较风华的这个世代 那那时候的歌曲 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是 已经流传了80年到现在 就是说大家最常听到的可能是望春风 李林修仙望春风 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代表作 从女人想男人这件事情来讨论 对不对 那什么月夜愁 对不对 什么蝴蝶梦 双燕影 这些歌都非常的多 是 可是我们坦白说 在这些歌曲的内涵中 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反殖民的味道 反殖民 因为它比较完整的表达是 当时台湾社会进入比较富足 有那个男欢女爱的这个色彩 因为各位应该要了解 关于这种男欢女爱 其实是最容易被流行歌曲传唱的一个 一个曲调 所以说如果说到当像20年代那些歌曲 到了30年代 要这样当作流行歌来卖是困难的 也就是说像现在你听到现在台语流行歌 现在的台语也好 国语也好 各种歌曲 包括英文歌曲都是以这种爱情为主 所以当时被流传下来 只要卖得好的大部分是这个现象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有几首歌 它是比较不是在谈情爱 但是也卖得非常好的 比如说有一首歌叫《街头的流浪》 这首歌是这个守真所写的 《青春梅》演唱 这首歌它其实是在1934年发表 这首歌它被称为台湾史上第一首被禁唱的歌曲 那你就知道它应该有一些反动对不对 对反殖民的夜色彩 这首歌其实它一开始就说 坚持一年一年一百 一年比一年差 生意一日比一日还不好 然后投家没赚钱 没赚到钱 然后回来吃自己 哎哟哎哟 这个无头鹿的兄弟们 它整首歌都在讲这个 它当时谈的就是说 日本人他所谓的这个繁华 其实也是帝都的繁华而已 那台湾常常是被牺牲掉的一个位置 所以到1934年 因为1929年美国这个华尔街大崩盘 然后两三年的时间就影响到台湾日本 所以当时就出现这个经济不景气 有短暂的时间 那这个街头的流量 当时它因为在日本的法令里面 没有办法禁唱歌曲 于是它就用禁唱这首歌 它那个曲牌里面是不是会有放歌单 对 那歌单是用印制的印刷品 对不对 它就用出版法 去禁止这张出版品 这张这个歌单的发行 于是就间接的去禁止了这首歌的贩卖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所以这首歌就成为台湾史上第一首被禁唱的歌曲 可是这首歌很厉害 它在出版两个月就卖了一万多张 当时台湾的1937年38年 台湾的历史天盘 就卖的最好的那张曲盘 叫做辛生生 有没有听过 我知道 我有没听过 一般 一般的背面就是双燕影 这首歌非常有名 当时卖了几张 你猜猜看 我不知道 当时卖了八万多张 八万多张表示台湾当时可能有八万台的这个留声机 所以八万张是当时的天亮 像以望春风来讲 他卖的很好 对不对 到现在都在唱 望春风也不过卖了三万张 而这个街头的流量 他居然两个月就卖了一万多张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 他不得不出他的这个铁腕 就是说禁止你这个歌单的发行 于是让这张曲盘就没有办法再卖了 好有意思 很好玩 另外如果说当时的歌 比如说还有一首歌叫美丽岛 美丽岛他也是1930年代的歌曲 听到这个名字知道跟台湾有关系 这个写这个词的人是黄德石 黄德石后来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 他是台湾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 他也是跟蒋卫水他们同期的人 然后跟蒋卫水一起做运动 文化运动 他里面他说什么 你看呢 他是台语 我用国语来念 一二三 水牛 石草 桂 田岸 然后乌丘娘 乌丘是一种 一种那个 那个鸟 乌丘娘来作伴 然后在 在那个牛的身上 看高山 美丽岛 美丽岛 这是我们的台湾 就像这样的歌曲 这样的歌曲 它里面 他比如说特别提到山歌 提到香蕉 然后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甘蔗 蔗糖这样东西 因为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最爱 而他是告诉大家说 这是我们自己的宝物 不要准备 殖民政府拿走了 这其实在一种形式来说 他还是一种抵抗 抵抗什么呢 抵抗说 我们身为一个殖民地的身份 不断的被剽窃 然后被压榨的这个不平等的地位 所以我们要自觉 自觉什么呢 自觉抵抗殖民政府 用这种殖民政策来统治我们 所以从这种歌曲 我们比较能够看到一些色彩 那其他呢 像李玲丘就写了很多歌 这个 然后陈达如 还有这个周天王他们写的歌 这个词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男女情爱 甚至到了1937年38年 黄明画运动之后 那些歌曲还有一些变成了黄明歌 你看那完全没有殖民抵抗的味道了 了解 那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肯定 就是30年代的这些歌曲 他的作曲的方式 就是把西乐加上汉乐 然后配合台湾的一些曲调 让战后1945年开始 1945到55年 我们称为台湾台语旅行歌的 第二个黄金期 他就能够这样继续绵延 一直到80年代 甚至到现在 台语歌都是流行歌坛 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角色 所以这个风潮 其实是从1920年代 蒋卫水 蔡培火 谢新楼这些人开始写歌 然后到30年代开始 这个整个花朵 就这样站开来 它的脉络是这样造成的 哇 好 这个听完了 黄总经理跟我们的介绍 我们真的是 对于这1920年开始 到30年代 这些一个我们所听到的 这些反殖民的歌曲也好 或者是后来也变成 这样子的男女情爱的 流行歌曲也好 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整个流行歌曲 在台湾人的创作的 这些氛围里面 他们想要传达的意念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把这一段历史 拿出来重新讨论 最大的用意 正好在访谈的同时 志平已经找到了 南台湾这首歌 找到了 菜培火做的词 对对对 然后这是林士豪所演唱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来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 让大家来体会一下 当初我们所看到的 1920年代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反殖民运动里面 文化的反殖民 他的这些歌曲 所要传达的意念 到底在哪里 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 文化年代公司的 黄信章总经理 接受我们的访问 总经理 谢谢您的分享 我们今天上了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课 不敢不敢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台湾 台湾 南台湾 台湾 华华鸟 华华地 巳寸 堆 ng 沙丽 才四路挂里, 心来人的光灵区, 立国甘, 阿里甘, 好万不死, 心梗梗梗, 白天使用悸悟, 水族家家五景家, 太阳有胸肉变传 太阵我双击传 美丽得一百口 今云大书无故 Prov對人的求三科 프로 將會作詞交配合 志祀祀周推得YouTube 陳我爸媽為輸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两岸NNG节目举办 陆生来台上课点滴 我上的那一堂课 真文票选送好礼活动 经过第一阶段激烈竞争 有三篇作品脱颖而出 但更多一株之汗 而请给入选者喝彩 也别忘了给参加者掌声 当然也邀您一起参加好文票选 看谁能过关斩将 欣赏好文请上央广 陆生来台上课点滴 两岸NNG真文票选送好礼活动网页 只要在6月30号前 投向您所喜爱的作品一票 就可以咯 来信请寄到 ing at rti.org.tw ing at rti.org.tw 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 试伸手 而当人不让参加中文的你 也可以参加哦 评好茶 台湾优质红茶礼盒 可别错过了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欢迎各位听众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为您制播的这一系列 有关于以卫战争120年的系列报道 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为您来探讨以卫战争之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一连串的台湾的民间所发起的 以文化来表达反殖民思想的运动 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锁定的就是流行歌曲 有关于音乐的部分 今天我们为您来邀请台湾歌谣会的会长 也就是望春风这首歌的作者李林秋 他的公子李修建先生来到节目中 跟您来细说这一段更由 李先生会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谢谢您摆忙之中抽空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当然提到音乐抗日或文化抗日这件事情 我们想到找到所有找到的资料 都跟李林秋先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会长告诉我们 李林秋先生他在台湾流行歌曲当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哪里 最主要是我们家小时候 我爸爸出生是在1909年 小时候家境很富裕 富裕的家境当时以台湾人来讲 都会有请家庭教师 汉文的家庭教师 然后他是要去日本的学校念书 接受日文教育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通常台湾的家庭都会很注重 本身的母语教育文化 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受了这么多的日本教育 反而会对日本文化会产生一种抗拒吗 还是说他的受教育的过程 会体会到日本的文化 带来在台湾的影响有多重 其实以这个一般庶民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抗日的这种情绪 抗日只是执政者的一个解释的方式而已 在民间来讲的话 通常是我就是这样生活 我遵守执政者给我的法律规范 然后当然要强调自己的本身的根 所以一般的台湾人 在家里都会讲台湾话或者客家 闽南话客家话 然后出去的时候 因为是跟日本人打交道 接受教育就会讲日文 所以通常也具有两种语言的互换性 在李林秋先生的成长的整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也正好就是蒋卫水先生 他来发起台湾文化协会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个时候蒋卫水先生 所到处去传播的这些思想 是不是也对李林秋先生 有一些重大的影响呢 其实很多人在每次访问过程中 我提起问起这个事情 他就说望初锋是怎么来的 跟中国的古典文学 西乡记里面的歌讲话音动 你是艺人来是有什么关系 我常常讲说一个歌曲 歌词的创作 跟他创作者本身的成长环境 然后在成长环境过程 成长过程中 他在一个 在我们现在就讲 青少年比较激进于叛逆 那个年龄阶层的时候 感受到了社会氛围所造成的思想 那是最重要 因为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欧美就那个罗素总统 提倡那个什么自由平等 还有那个民主 然后蒋卫水先生 他们在隔年1921年在台湾 就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鼓励 还有最主要是 以非武装抗日的精神 他们说要教导民众有知识 有知识的话 你就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就不会一味的盲从于 执政者给你的一些information 那我爸爸写望春风的时候 刚刚我是大概24 25岁 他自行的思想的孕育 灵感创作的孕育 其实是来自于文化学位 这个主流思想 但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望春风的歌词 里面写得好美好美 即便是大家在传唱的时候 都会想说 这么的优美 这么的含蓄的歌词 当初创作的背景 除了刚刚你已经告诉我们之外 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女生 就是这个女生 她对于她自己的爱情的憧憬 是这样子吗 那当时创作的时候 不知道李林秋先生 有没有对你们说 对当时也许年纪还很小的您 会不会他解释一下 这整个歌词的创作的过程是如何 其实我爸爸也讲 创作最好的环境 孕育灵感的地方是酒家 闲抓共 酒家 我们的昏迷 加上那种区分 氛围 酒喝到六区分的时候 灵感就呈现出来 而且当时的酒家的从业人员 跟现在的酒店不一样 现在是为自己的名牌包包 可能去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当年 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大部分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关系 不得已牺牲自己的前程 然后进入这个行业服务 所以本身有很多的心酸故事存在 而且这些故事呢 就是很好的创作来源 所以大家一直会想说 奇怪 我爸爸这个一个男人 怎么会把女生内心的感受 写得那么细腻 贴切 也是这样来了 但是这个歌书里面有写着 说十七八回没出家 当年年纪 然后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悸动 那像我说 我看到一个让我心动的男生的时候 我好想上前去 对 这个就是从一般的 你从作品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应该要去发现到 当时社会的背景是怎么样 社会环境是怎么样 我爸爸写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想象到当时以前的保守社会 女孩子要出门是不容易 可能初一初五 才能够到庙里拜拜 祈求爸爸妈妈长寿平安 平常之间只能载到自己的闺房里头 有时候会充满想象空间 将来碰到一个他自己终于心爱了一个男孩子 这是他的白马王子 想讲 刚好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 看到他想的 跟他想象中的不模而合 那种心里的悸动跟来电 就是充满年轻 那个充满就是心有所想有所图 然后让你碰到的 所以台语里面的充满跟看到 既然不跟 看到既然那只是一种下一次的看完 没有什么特别的 充满的时候心有所图 那你碰到了 这穿了很重的小龄鸡 刚刚那时 女生的社会地位 是很低的吗 非常低 所以为什么讲喂水 他们会提倡 平等自由 我从一个儿歌里面 你可以就发现到 我小时候的儿歌 帮家女儿 我也常常讲说 黑车去去叫 一点五分到帮家 帮家女儿漂亮得到 回来喂母给他酒 一个男生 他去到外地 看着小姐的水 教她 小姐告诉你 我们只要跟你酒 我没有给你 他回来酒 母可以喂掉 没有人权 当时的女人 当时女人 男人的财产之一而已 所以他看你没有教她 收书一封 回去吃自己 要回家吃自己 当时的社会环境 女孩子你说 拿到修租回家 她家里不敢让她坐 没面子 所以那社会环境 是女人没有人权 所以讲到这样子的话 蒋味水的文化协会 所要提倡的 平等跟自由 这两项的很重要的精神 也正好就跟着望春风 这样想要帮女性来提升 社会地位不谋而合 所以其实我爸爸一些 那个 等于说他主流思想的吸收 那个养分是来自于文化学会 是 因为年轻人的时候 大概18岁到20岁左右 最前卫最冲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吸收那个养分 所以到25岁的时候 才把这个 让他开花结果出来 写了望春风 好 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了 来跟大家来分享 这首歌曲 望春风 那么当然 就是千古传唱 经典名曲 我相信各位听众听到 一定会有所感触 当作词 有所感触 记者 有所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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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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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作战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 大部分都有儿子 所以他是他的太太 带着他的儿子 去车站送他 那种描写那个状况 景况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是慰问带 慰问带就是 为什么要有慰问带 慰问带这个风俗 是来自于日本 就是说 在前方作战的丈夫 会受到后方 亲人或是妻子 亲手缝制的一个带子 这个带子装着 可能家乡里面的泥土 有时候是他太太的头发 这一列是让他觉得 我家乡就是在我的身边 这种他们的风俗习惯 我可以想象 在海外当兵的这些台湾狼 这些台湾的战士们 那么他们看到自己家乡寄来的慰问带 其实他们应该是泪流满面吧 都会 尤其那时候台湾人去当兵 还不一定说有资格当他们的兵 只能当他们军夫 因为他认为你不够格当他的兵 能够当上兵也不多 但是那时候等于说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到时候都是邮政业务 家里会寄个慰问带 让他心里有个寄托 所以刚刚这两首歌就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然后接着第三个阶段 很重要就是补破 最后就是晚年的时候 我爸爸也习惯说他的歌曲被禁唱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后来林二教授从美国回来 1977年左右 到我家里去跟我爸爸聊一下 有关于台湾歌牙的事情的时候 我爸爸就把《相思海》这一首词 交给林二 请他铺去 就是他最后最后的一个作品 所以《相思海》这首歌 早就已经歌词早就写好了 写好的 等着 只是一直找不到人来普去 对对对 他去 我爸爸就翻墙倒柜 从那边抓出来 就给他 《相思海》这一首歌 主要是描写 一个也是你能 你那个恋爱的一个三重作 然后恋爱的情节 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样想法 忙忙忙忙想起 刚刚初恋的时候忙忙 不晓得东南西北 那热恋的时候是怎么样 结果失恋的时候怎么样 说大胎了 海队梦缠说大胎 切无人跑掉了 就那个阶段 三个女性 在恋爱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是 所以后来《相思海》 由林二教授谱完了曲 然后也是被很多歌手来演唱 第一个演唱的歌手是 是杨小平 是杨小平 因为杨小平的声音特别适合 因为他有点鼻腔 是 他人家的那个哀怨的情形 会表露无遗 是 很多人也许这个时候又要问了 李林秋先生呢 在过世之前 是不是也在他的抽屉里面 有很多词没有拿出来谱去 很多 现在很多 怎么现在呢 等于说有时候是这样 词是一词是彼一词的 你要找到当年有当年那个曲风的作曲者 才有办法相得一当 把他词的意境表达出来 你说现在的那个作曲者呢 可能不太一样 词一词彼一词不同 比较难 刚刚这一刻 我们这个身为李家的后代 不会想说把这些歌词拿出来 找比较适当的普曲者 然后把这些歌词发扬光大 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这个就是在那个 我们那个国科会啊 有委托动物大学 有那一位实际生实教授 做了一个数位化 在那个网站里面 我爸爸的还没有发表的作品都有 稍稿什么都全部都有 可以上那个网站 你需要来走一个 你就不要客气 你自己拿来谱 我也是一个 一个那个很开放的想法 这个能够找到好的 自己找 你去谱 没关系 哇 好 那真的我们还真的非常期待 就是说 我们今天来看待这个 从一位战争 那是120年前之前的事情 但是呢 李林秋在这个先生在创作的时候 嗯 他是在1909年出生 对对 然后呢 所以真正的创作的是在1937年 1945年的时候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 是他创作的高峰期 高峰期 是 那如今 如果我们可以再重现 那个时候的这个 很棒的很棒的 这些创作的风景 我相信 对于很喜欢台湾歌谣的 听众也好 或者是歌迷们也好 这是非常期待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情 是 不要一直讲钱 那没意思 对了 你说把这个文化的东西 就是像我现在 我家的那个老家 我就稍微 这个装网了一下 是 作为我爸爸的 等于说纪念馆 嗯哼 公开这个让大家参观 了解一下 我大概有时候 可以 大家可以想参观了 我直接到那个团体预约 嗯哼哼 通常都到后来到后来都会唱 望尊风 补破网 是 偶尔再加个一两曲什么 背花了一个红弹 嗯哼 都会因观众要求 是哦 所以要 如果要去这个参观 李林秋先生的故居的话呢 事先跟我预约 事先来预约 上网就可以查得到了 上网查得到 好 这个 很多我们喜欢到台湾来 观光的这么多的旅客 不管你来自日本 来自美国 或者来自中国大陆 其实对于文化所带来的观光元素 肯定会非常非常吸引你的 不妨抽个空 到大道城来 然后呢 而且是免费 哦 那算哦 而且还有一个 没需要 送给大家 就是台北文化局 台北市文化局 做了一个 台北市四大名人故居 那个没需要 免费赠送 哦 好 这个大家就来拜访一下 我们的李修健先生 李修健会长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台湾歌谣会的会长 李修健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也为我们 说了这么多 有关于李林秋先生 他创作的历程 说真的 这样子的一个 很棒很棒的 一个文化导览 我们如果 经常可以听得到 经常可以静音在其中 我们就会感受到 在老一辈的文化人 他们怎么样去创作 怎么样去影响到 当时的人心 我想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会长 来到节目当中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好